今天好想要 所以说好 那天天都想要 那我就问他 要吃喝完了 要把管内幕 那如果他后来年是叫社会新闻 那是怎么读 解决问题 刘君耀下午2点 非要不可 好 欢迎到酒吧 新闻台 这些事情不是非要不可 我是让你非要不可 刘君耀 瘦药药 礼拜一对症下药 咱们像是黄珊珊 黄大律师 黄大律师 你好 邀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顿低节 今天是礼拜几 礼拜一 对 礼拜一 日子过好快喔 真的很快喔 昨天晚上还在家里面看烟火 你家还有看烟火 我在看壁坛嗎 那壁坛昨天放 好像是重量节 释放吧 不是释放 他是放中秋节的烟火 因为中秋节 因为中秋节 那天气候不好 不适合放烟火 所以就昨天晚上放这样 棒喔 哇 然后在我们家看烟火 看看 中秋节过了耶 是啊 我的感觉是 我觉得我小孩才刚开学 怎么又要月考了 哈哈哈 我看到你的陪小孩子去那边 打篮球 就觉得好快一个多月 要月考了耶 我们这把老骨头还可以打篮球吗 你是看篮球 我是坐在旁边被蚊子叮的 哈哈哈 看小朋友打篮球 小朋友打篮球 妈妈又在旁边聊天 我以为妈妈是打篮球 我以为你下场去打那厉害了 不行不行 OK 所以岁月催人老 真的 寒静不知年 对啊 山中无家子 怎么都倒过来乱了 我觉得应该年纪 我就过了四十岁以后 好像日子过得特别快 好像比二十岁快很多 是啊 所以老人家讲说 日子是越过越快 对 后面几年一下子就 然后记性是越来越差 因为那一天我早上起来 我不是吃燕麦吗 我习惯他吃燕麦吗 然后就去开 要去开冰箱 拿豆浆 拿豆浆 因为燕麦弄好 然后把豆浆倒在燕麦 然后我就是开了水槽下面的门 诶 我要干嘛 哈哈哈 为什么有人把洗洁精放在冰箱里面 哈哈哈 他们就更惨 诶 为什么洗洁精 就你自己开错门了 对 但是 等一下 没有意思 对没有意思 就像过去那样开 嗯 洗洁精 哦 印象在这里 怎么办呢 我就稍微 我先失效 然后呢 就跟我太太说怎么办 她说怎么了 她说怎么了 我说我刚刚做了一件事情 我不要摸失智了 那就是我们开始有这样 不会啦 然后我就说她怎么 我说我刚刚要去拿豆浆酒 我去开水槽底下的门 然后看到洗洁精 然后看到洗洁精 我说这老婆怎么会把洗洁精放在冰箱里面 哈哈哈 然后她就她也笑了 可是开始就有一种 隐忧出来 哈哈哈 其实都是 怎么办 我觉得可能开始有点生活上会比较 像我妈妈那天很可爱 我妈妈八十三十 八十三岁 她说有一天她跟我哥哥在家 我哥哥就说妈妈你洗澡了没 她就想说那我去洗个澡 然后晚上大概七八点就问她 诶那你洗澡了呗 她在那天就洗了两个澡 哈哈哈 诶 然后我跟你讲 就自己都忘了这样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不是这个 但是呢 这个跟这个 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但是我们先聊一下 我师父啊 我的师父是 清德川先生 那他现在六十几岁 他照顾他的妈妈九十几岁 我那天去看他 看他之后呢 然后呢 我跟他弄给妈妈吃 妈妈有点 年纪大了 都会记性不好 对 然后呢 就说 那个 阿川啊 我要去当兵了 哈哈 明天他要去当兵了 这样子 然后呢 诶 我那个师父还很 很娱乐妈妈 你知道吗 他说是 展望好 然后他妈妈就很高兴这样 好 然后在旁边我就坐着 我看着我师父把那个地瓜 因为他吃地瓜 然后什么 一个蛋啊什么什么 然后他就在那边吃 就吃完了 我就坐在旁边陪他聊天 吃完之后 他就跟我讲说 我跟你说啊 我儿子很不孝啊 都不给我吃东西啊 都忘了 他刚刚才吃完 刚刚才吃完 我坐在旁边啊 都不给我吃东西啊 这样子 那像小孩一样 对 就越来越回去 然后呢 我师父就说 他会突然间把 家里面的东西 房间的东西 全部拌出来 然后他找一样什么东西 如果他找什么他说 他不想要找什么 忘记了 然后呢 对 然后他就得把这东西 全部再收回去 然后呢 但是呢 他又把东西全部搬出来 这样 所以这个非常需要家人 所以 所以 就怕他走出去 所以 我们 我们越劳越担心 对 有一天 加油 有一天要开冰箱的门 万一开成大门 走出去 一起碗 哇 这冰箱真大啊 冰箱 冰箱里面还有电梯啊 这反而是说 大家 呃 因为现在现在人 精神压力太大 嗯 然后尤其是退休啊 以后 一些生活 要能够找到一些兴趣 对 就会比较能够 focus在事情上 尤其老人家 真的要让他打打麻将什么的 哦 真的有差 左右邻居多聊聊天 对 同友多 然后动脑筋的 是 他就会很开心 而且你知道吗 我虽然老了 然后我家里的猫也慢慢老了 嗯 猫已经十来岁了 嗯 那天天晚上有一只猫 嗯 突然间他不是在 他的固定便便的 那个猫砂盆里面 嗯 他突然在外面的时候呢 我跟我太太也都吓一跳 趕快打下去问医生 因为他也可能老了 会失智你知道吗 嗯 所以说 你没事就拿斗猫棒 嗯 去斗他 然后他就会来去抓你啊 这样子 运动 所以当然我们不能用斗猫棒 去斗 斗老人家 哈哈哈 要带着他 做一些有焦点的事情 但是 一样的意思 就是说你要刺激他 刺激他去想 去思考 去手下去斗 嗯 对不对 但是呢 要刺激的事情呢 还真不少 我们经常被刺激到什么呢 我昨天还被刺激到这件事情 我们今天要谈谈的是个之法 嗯 个之法呢 已经10月1号啊 正式施行了 嗯 就上个礼拜的事情 诶 就其实是上个礼拜 嗯 礼拜 对上个礼拜 那些条文还是没有公告 但是我昨天呢 还接到呢 银行呢 打电话来的这些 那个这个 促销 对 促销的一些电话 那突然间我就想到说 诶 这个事情 到底 我连我自己都有点搞不清楚 应该怎么做 嗯 所以呢 今天珊珊要来教我们 个之法现在 你如果还接到那么多的电话的行销 尤其电话行销是很烦的 嗯 而且你知道吗 那三次还一个 我好意跟他讲说 你这个 我现在 你没有需要 你不要再不用了 不是 对对对 那我说我正在开会干嘛 嗯 他竟然说你去死啊 你知道吗 让我非常的火大 要拉生意还这样 对 没有他说 他一直 我在想他前面一定非常失败 嗯 每一个都不愿意理他 对 大部分都在忙 然后 那我们就讲说 我们不要 我们下个台阶 我正在开会 他说 他的意思是说 你根本不是在开会 你干嘛还骗我 你去死啊 这样 我就觉得好 这是很烦的事情 好 那现在又怎么办呢 以后我们对于这样子的 很烦人的电话行销 我们可以不接受 然后应该怎么样 来后续处理呢 我想呢 今天是一个重点 三三星空我们讲 现在个资法 所保护的范围 对 以前的个资法叫做 电脑处理 个人治疗保护法 而且他只限定 某些特定的行业 比如说银行 然后公务机关 然后重大的一些 比如说像保险 这种大型的产业 所以他其实限制 比较限缩在某些 特定的行业 那其他的行业 就比较没有去限制 而且如果你不是电脑 处理的话 是 他也不受保护 所以后来在99年修法的时候 就把它改成 个人资料保护法 就不单单只是电脑处理 因为电脑处理 是因为它的危害比较大 如果你泄露的话 是整批 几百万个资料一起泄露 但是后来修法 就希望能够保护隐私 就定了这个个资法 那这个个资法 定了之后非常有趣 他本来应该是在今年10月1号要施行 但是呢 中央不敢 这中间有几条非常敏感的条文 他不敢执行 而且不敢定细则 这个其中包括 非公务机关 非盈利的 也要受罚 而且要有刑责 这是他 因为 什么叫非公务机关 公务机关就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在护证事务所 很多个人资料 护证事务所 对 税务机关 然后我们可能有 学校出身的这些相关的纪录 公务机关 当然有他一定的保护措施 而且有法明定 那非公务机关就是比如说银行 或者是你去百货公司 你当他的会员 对 甚至现在 小到你去你家 门口的那个什么 小吃店 他可能也说 你留个资料吧 以后我有什么资料通知你 有 类似 留个电话 这种小吃 你这个货来我通知你 对 你就会把你的个资 就给他了 当然 那这个就变成说 新的法令就会 所有这种 有收集到别人的 他的限制非常有趣 包括特征 身份证字号 护照号码 什么出生年月日 地址这些 当然有 包括特征 我想说这个特征 要保护什么 我这边有克制吧 然后那个 那个收藥 收藥秀白头发 之类的 不可以讲 你讲我白头发不行 就变成非常的广 太广了 那加上现在你看 每个人都有所谓的 行车记录器 对 你可能也在收集别人的特征 他的车号 几乎一开 车子一开动就开始 这个是非常严重 如果你稍微你po上网 你可能马上涉及 洩漏他人一次 因为他人的车号在你前面 他人的那个长相也在你的 录影带里面 所以后来 这个执行面 就把他 呃 行政院就认为这个 知识体大 所以一直不敢实施 所以他就 在法还没有修正之前 就自己 提了一个修正案 嗯 是一个很奇怪的法 就是法修了半天 过了 你不执行 然后在要执行之前 赶快再修 因为知道自己不好 所以大家就 明天团就说这违宪嘛 就是哪有人这样子的 你当年那你当年就不应该修 或当年修完之后 你就应该提妇一案 哦 你行政单位 怠惰嘛 对 你躺在家里 你知道问题那么严重 而且你为什么要这个法 出立法院的门 是是是 你当时执行面 你就知道 所以这是我们国家就是 哎 反正我就通过了 通过了 你就去执行 啊你执行不了 你也不作为 所以变成是 我觉得这是整个 行政立法都有很 脱勾了 很严重的问题 立法院 反正你给我的草案 我就帮你通过 我帮你通过 结果你自己还不执行 有原来你 原来你送来的法案 是不能执行的法案 好这是第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好现在 亡羊补牢 赶快 赶快从中间做一些修正 是 所以第二个就是 把 非盈利的 也就是说 非公务机关 盈利的部分 比如说你要 收集个人资料 拉保险 这些盈利的部分 你如果泄漏 你还是要负责 那非盈利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一般生活上的 可能就暂时不处罚 除非你侵害到他的隐私权 你到人家家里去拍人家的东西 那个才会 那民法本身就有民事求偿 所以这个法就变成是 把非盈利的 非公务机关的这一块先暂时排除 所以这样子大家才不会动辄得救 那另外比如说 网路上什么人肉搜索 对 我正准备要问你很多的问题 所以他就是非盈利的 那某个程度他就 除非他侵害到个人的隐私 或妨碍到个人的名誉 那可能那个是用民事求偿的方式 而不是用 像构制法修正是要用刑法 刑法那不得了 一大堆人都有事 所以 这个法修正通过以后 现在是包括 除了以前的那几个行业之外 其他所有的行业 现在全部包在里面 你就是说你今天 你是一个美好公司专柜 对 你客人买很多东西 你就 加入个会员吧 对 这个会员资料 就会涉及到他个人隐私 因为包括他的电话号 对 所以你就不能随意的 把个人资料算不出去 对 但是 虽然我们很伟大的立了这个法 但是说暖听点 你的电话 最后被人家知道 是谁算不出去 你怎么查 不对 就是不知道啊 就是不知道 所以说 这个我就在想说 那已经填过的资料那么多 之前填过资料太多了嘛 而且路边你都会填个问卷 是 那个都是个人资料 是啊 可是现在问题是 就是我们现在填的资料那么多 我们不想资料从哪边洩漏出去 好啦 不管 好先来 这是茶盒面 我们直接举例子这样子 大家可能会比较 像比方说他打来说 我是某某银行 我是A银行 对 然后他打来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的 你怎么取得我的资料 对 你怎么取得我的资料 他说没有啊 你之前有签了一个什么什么 对 因为呢 尤其是银行这个行业 因为我们现在都叫做金控 对 所以你去银行开户的时候 他其实会给你填一个 那你从来没看的那个很密密麻麻那些字 对 然后里面打勾 然后好远跟你哔哔哔哔哔讲一堆 然後就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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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 你可能勾到一個 你同意本公司 也可以打電話給我 好,沒關係 那現在 因為之前嘛,還沒有各自法 所以我們就勾了嘛 但是你簽過譯書的,你沒解 但是你可以去 可以怎麼做 跟現在各自法 如果你認為你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說我現在開始不同意 那如果他當場打來 我可以當因為什麼 我可能他就打電話太麻煩了 我不同意你再用你給別人 我可以當場跟他講說 好,那你是A銀行對不對 那我告訴你 我現在不同意 你們在使用我的資料 這樣,那你要把我刪除 可以嗎? 沒有辦法 現在的問題就是沒有辦法 我們目前沒有到刪除的請求權 就像大家在Facebook上面 你放很多東西 你是可以自己刪除對不對 對 但是如果別人轉貼了 你那塊 我不知道能不能刪 就好像很多個子 轉貼了 對,你放上去了以後 或他把你照片下載了 嗯,他就下來了 他是當作在他的電腦裡面 然後再轉出去的 對,你可以要求他 就你自己就可以刪掉嘛 刪除 但是你的整體的 裡面所有的Data Base 就是你放過的東西 你能不能有一天說 他頂多把你關起來 因為他如果去刪除 他可能有作業非常多的成本 對 所以現在 像歐盟也在討論 類似這種刪除權 請求權 而且你有強制性 但是目前全世界都還 因為網路的世界又是另外一個世界 嗯,所以 就銀行 像銀行這個東西 因為你在我這邊有開戶 我不可能把你刪除 我只是頂多不再提供其他的公司 來使用你的個資 所以個人資料保護法是說 要經過我本人同意 你才可以使用我的資料 或者是把我這個資料 提供給你其他相關的 的單位 所以就像政府機關 我們去申請一個戶籍等本 你一定要本人去申請 對 就類似說像銀行的這種資料 我的帳戶明信 你要本人來申請 就他的 單純你個人的資料 他一定是收限保護的 但是你說收集 然後使用 然後做廣告的這個部分 現在是有收到限縮 你可以停止他這樣子的行為 好 那所以說也就是說 銀行的這個部分 電話行銷的部分 我要先阻止嘛 那所以他在打來的時候 我要跟他說 你不能要求他刪除 那我就該打電話到A銀行 或者我就到A銀行零貴 就是我經常去往來的話 你可能要去做一些 相關的程序 哇塞 那你知道有多少銀行 我們填過多少資料 還有多少的賣場 多少的什麼 對不對 對那如果說他之前 我們都有勾過那一項 那一項 我沒不曉得到底有沒有勾 各位 這個就是新的這個法的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呢 原來的法令是有規定一條說 你曾經蒐集過 因為以前沒有規範 你曾經蒐集過別人個人資料的話 你還在繼續使用或什麼的話 你要在一年之內告訴他 這條全部的產業都瘋掉了 我先進廣告 這一條 這一條 他的客戶可能幾百萬人 一年內你要通知 一年就365天 所以這條就不敢執行 這種是什麼法 來先進廣告 廣告出去 好歡迎到九八新聞台 我是劉俊耀 收耀耀 咱們現在是黃山上 黃大律師 黃大律師 你好 大家好 剛剛講這個 欸 姿勢體大 頭殼會痛 姿勢體大 一年內 因為你如果握有人家的資料 你還得告訴他 說我有你的資料 可是我如果沒有要用你的資料 我幹嘛告訴你呢 所以啊 這條就 就 行政院現在就先後住 先暫時不施行 現在是不施行 先後住 就是我說 修了法又不敢執行的法 就是這一個 就是這一個 那所以說 好 那既然不施行 我們就先不管他 那所以說 我們現在 我得打電話去銀行 跟他說 我現在不要你們再用我的 就是你們不要再給我打電話啦 你不要再卡了啦 你如果拒絕過 然後如果還在收到的話 你就可以向主管機關提出檢舉 這怎麼檢舉 來 因為這個 我也是我太太追問我的 那他打電話來啦 那你要怎麼樣 要錄音嗎 你怎麼來得及錄音 那你要 你要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這就是 我就常說法規定很簡單 難都難再舉證 是啊 對 而且這個很有趣哦 這個法不是說 可以去求償嗎 對 但是你要先證明你受損 哇 台灣的法令很特別 就是 剛剛打來的電話 有一分鐘 一分鐘 依照我上通告的價錢 一分鐘是多少錢 幾百塊這樣 哈哈哈哈 好 類似這樣的 賠你兩塊錢 所以就是說 雖然我們法上有定說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你可以求償 但是這個求償金額 必須要先證明你的損害是什麼 哇 所以其實大家其實 大部分都是沒有損害 除非 比如說類似像被詐騙集團 詐騙 是 那因為你的個人資料沒有保護好 比如說你電視溝 我會接到 你昨天買了什麼東西 然後 對 那個就百分百就是你的資料被外寫 是 因為你昨天幾點幾分買什麼東西 他怎麼知道 只有他知道嘛 對 害客害進去也是他嘛 是 所以 就這個部分就很清楚 好 那你其他這種 就是反而已 對 你很難證明你有損害 可是 time is money 哈哈哈 我剛才講 time is money 你看 這就好像 我們常常很 很難 就台灣我們目前的民法的概念就是 填補損害 你要先說你的損害 好 就像很多人他房子漏水 是高樓上有沒有 然後他就說 我精神很痛苦 對 可是我們精神很痛苦是 不會在財產的東西上面 認定精神 無形的 只有身體 對 滴到你 造成你的皮膚炎 這個而已 但是你就很痛苦很難過 這個 目前 有法院這樣辦 但是能不能夠維持 還不知道 哦 對 類似說 我看到 就我很難過嘛 但是這個 只要是財務的話 我們目前都還是 財務損 財損為原則 哦 只有身體 生命 名譽 這些才有所謂的精神賠償 同樣的 個資法 你很難直接說 我見到這個很煩 所以我有精神很痛苦 對 所以 你這個意思是告訴我說 還是要舉證 你哪怕舉證了 嗯 也沒得求償 因為什麼 你要證明損害啊 要先證明損害 對 那我沒辦法證明損害嘛 我也不能跟你講說 time is money 對不對 那這樣 變成說 我沒辦法證明損害 就陪他聊聊天 至少可能你可以 情緒不好 對他做出這些 各資的保護的 其他的要求 比如說刪除 就刪除而已啊 所以 哎呀 你這樣講的話 難怪 難怪連業者自己 現在在做這種電話行銷的業者 到現在他心中也是一個問號 他不曉得 我應不應該打 來來 先暫停 不要再使用 不要再打電話 然後我就看看大家先試著打打看 他明明就是 A 銀行 我們先試著用 C 銀行的名義去打打看 對不對 我先試試看 看看他有沒有什麼反應 然後講到半天說 你可以接受反應 那我告訴你 我其實是 A 銀行 就有冒名的問題 這其實也不對 當然是不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要害這家公司 很容易啊 我就用這種方式去弄嗎 我就故意栽贓嘛 這是要證明損害 對不對 我對你 對你姍姍非常的 現在非常的反感 那我要想要比方說現在正在選舉 那個是查得到的 那個電話都有通聯啊 你抽哪個電話出來 是不是A銀行 一定不是 這我們想太多了 但是這個部分表示 沒解對不對 表示我現在如果現在在接到電話 我還是沒解 你可以叫他刪除 你不能再打來 可是當初我說 你咬我啊 那我們就去 很簡單啊 你的通聯也在啊 我也容易檢舉你啊 好 OK 那這個是屬於電話行銷 我想這大概每一個人一定都接過 那以後你可以怎麼處理 要求他刪除 如果他不刪除 你再做後續的 所以要如果還碰到狀況 我就跟各位報告 我是怎麼處理的 那我要問你啦 那那個 林瑞圖有沒有 林瑞圖經常他在接 接露各個行司 接露Bi 那天接露那個梁文傑的 然後 不是也被判賠了十萬元 還沒定驗啦 但是呢 他就覺得 他認為說 他基於公義啊 他認為要把這種事情要揭發出來啊 好啦 除了林瑞圖之外 有太多我們社會的公民記者 我們有很多的 在大街小巷裡面呢 他們自己是基於一種 一種那個義 所以這個法 義憤 像那天我看到那個有人 那個捷運上面有四郎 然後他故意把手貼在一個 一個睡覺的女大學生的腿上 嗯 那就把這個影片就撲上網 嗯 像這個東西 未來就基於公義公憤 或者是你剛剛講的 行車紀錄器 這個人明明就撞到人 或怎麼樣 他可不可以就拿來公布 所以這個法也是 就剛剛講說 非公務機關收集個人資料的部分 因為原來是幾乎包山又包海 所以後來也是希望能夠修法 把公共利益 符合公共利益的話 排除在不處法的 不處法之列 但是就是因為公共利益又很大 到底要大到什麼程度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 修這個法其實本來就很難去定義 所以其實應該是回到民法 民法的話 本來就有保護個人隱私 肖像權 肖像 然後甚至你的名譽啊 你所有的隱私的部分 就是本來我們 就不要這個法 民法上面本來你就 就像狗仔 為什麼還是會被判 回歸到民法 對回歸到民法 所以就不用特別去 那隱私跟公利 公共利益其實在法院 本來就有一個標準 本來就有一個說 欸與公益有沒有關係 你個人發生的事情 跟公益沒關係 你本來就不可以隨意 隨意揭露 或者隨意散佈 但是如果說跟公共利益有關的 比如我 不是名人 自己跟自己的老婆 同姦 或者是什麼 這個其實沒有必要揭露 是 別人也沒有義務 有權利知道 但是如果說比如說 重要的公職 或者是什麼人 那當然就有公共利益的問題 因為這個人是不是私人 類似這樣的 就像 比方說 Makio跟有記 打人的那個事情 對因為他已經 那個是屬於公共利益 那是屬於公共利益嗎 所以你拿著那個東西 就不會構成犯罪 傷害不是告訴乃倫 是啊 是他們兩個人的事情 對那這屬於公共利益嗎 如果照 就這個部分來說 當然傷害是他 個人 一定要不要到 但是我們 我們有一個 叫做社會法義 就是說 我們 你 不一定是 你自己的事喔 就像 他是傷害還是殺人未遂 對我們看到 殺人未遂就是社會法義 OK 就不是個人法義 對所以不一定 就那個還沒有定案之前 都很難講 所以應該來說 能夠保護他人的 都應該是公共利益有關 跟保護 就我們人都應該 受到保護的這個原則 就是公共利益 好那比方說像我們 也沒有說你沒有主事 比方說我 我們平常有時候在節目裡 或我們採訪裡面 我們得到一些那個 誰怎麼樣 陳差謀 你不要再說陳XX的這樣 就不要去揭露他的那個 特徵 就是個資法裡面的姓名 基本資料 我也不可以說 評論一個事件 但如果這個事件 是跟公共利益有關 那當然OK 所以現在這個法 新的法條 也是排除新聞媒體 新聞媒體如果也受這個影響 也受這個規範 新聞媒體的範圍有多廣 新聞媒體就是 可能就是報社 廣播 電視台 那廣播是什麼 包括參加的來賓嗎 還是只有 媒體的部分 就是你要 你很簡單各負其責 也就是說 我在節目裡面談 到底是一個人的隱私 還是公共利益 這個還是有那個分跡在 如果你是因為 你個人在廣播裡面 發表了一個 不當的言論 那你個人還是要負這個相關的責任 就是說把新聞媒體 就是有關新聞播報 新聞的這個 就新聞自由的範圍 排除在所謂的 各自法保護 否則以後大家都不敢 不敢登了 大家都不用 都不敢講 就變成什麼事情 大家都 就變成會回到以前那種 我非常非常現縮 言論自由的時代 其實也是不對 所以為什麼這個法 自己修完 躺那麼多年 自己就不敢用嘛 用完下去 自愛難行 自愛難行 我們為什麼會通過一個 自愛難行的法 這也是很奇怪 你當你為什麼送一個 這麼奇怪的法 我為什麼跟你通過 就沒有黃三三這種法律專業 在立法院 就是我們齁 大家就是 反正你行政單位送什麼法來 我立法院反正也不省 我就看一看就丟了 除非政治議題的 就可以假極動員來 這種沒有政治性的 就propor到你過 影響這麼大 都沒有人看到 立法的那些人 那可能還搞不清楚 這個部分 沒人搞清楚 因為裡面沒有法律專家 我們法律專家太少了 法律專家就是當總統 99年過到現在才發現說 真的 完全不能動 完全不能動 所以動了一部分 一部分根本不敢弄 是啊 否則不得了 全台灣的行業 已經不景氣了 他去打電話說 我這邊有你的個人資料 真是 哎呀 勞民傷財 自愛難行 你應該是去 怕影響一些很嚴重 很嚴重影響的單位 那些東西 可能需要做一些特殊的保護 但是你說一般的 小賣店 打個電話給你 那貨到了 這個我也要去告訴你 這實在是有點困難 而且這種困難 我覺得是在立法機關 他都沒有想清楚 你告訴行政機關 當然他覺得說 這我不敢做 這怎麼做呢 而且 包山包海 這個法又是行政機關送來的 對 這個行政機關真是該打屁股 好 進廣告 廣告之後再來打屁股 真的真的 我同學那個都沒人看過 對 沒錯 講一下這個 來 好 好 黃大律師在我們現場 山山你好 大家好 來 趕快再進入我們最後一點時間 那個 我們現在網路的使用 非常的多 網路的使用呢 我們大家 應該經驗都差不多 就是 他問你說 你要不要下載好 下載好 那你要不要接受 這個那個 我同意 或I agree 你就一定是一直 你永遠都有按我同意 但是 我同意 我同意 yes 從來沒看內容 我就是這樣 我就是屬於那種 從來不看內容的人 永遠都在 永遠都在 偽造文書 所以 也沒有偽造文書啊 沒有啦 就是 非我本願 沒有看清楚 然後就一直點點點點點 然後把它全部下載完了 因為你只想要獲得這個東西 可是你都沒有去看到 獲得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要 給你附加的一些義務 對 那義務也許就說 我要使用你的資料喔 哇 你要幹嘛喔 說實在 大家都沒有看 那這個時候 一定會有很多事情 就發生了 對 那以後應該怎麼樣來處理 其實 就是網路上 其實他跟 就在我國進來還是一樣 就是都要使用我國法令 但是你有很多網站 是國外的媒體 但是如果你在網路上 比如說 我覺得最常見應該是 Facebook裡面的應用程式 你要去玩一個遊戲 他就說 我要用你在所有的基本資料 允許被什麼使用嗎 你為了玩那個程式 你一定說好 對 而且你根本不曉得 他有告訴你說 他用的你什麼 對 但是這個就是變成說 一個書面的認知 因為對網路業者來說 或平台業者來說 他就是用這個來免責的 比如說你在我的網牌上面 你被人家詐騙了 你告訴我 我就把他的價值拿下來 對 或者是你在這邊 有侵權的東西 你告訴我 我就把對方的這個廣告拿下來 是 他是用這個來免責 不然他不可能查 去查核你每個核法 所以上面上的個人資料的收集 其實是更嚴重 更大更亂的 但是相對的時候 像我們就會去申請一個那種 不用錢的帳號 對 那可能填那個會員資料的時候 就填個那個不太用錢的那個 E-mail 然後讓他去收垃圾行件 對 我的例子 就類似這樣 那你就不會去把個人資料完全揭露 對 但是如果說 你相對的 你也可能因為這樣子 而你沒有辦法 比如說 將來你真的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你找不到你自己 這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我會建議說 在網路上 第一大家真的不要隨便去上一些 不明的網站 你說一些熟悉的網站 那當然OK 但是不明的網站 你就會去填入個人資料 尤其是他有你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那個 那個一出去齁 你什麼很多東西都會被偽造 可是萬一他熟悉的都是色情網站 所以 比如類似說你就 像我有時候會 熟悉的網站 我有時候那個出生年月日也會亂寫 就是 就寫錯了 欸我跟你講 有一些網站很厲害 那天你的身分證字上 不合理 對 填錯了他都會 然後燈跳出來說 你這個不合理 對 你是假的 因為 台灣的就是那幾個號碼 就你出了一個很奇怪的號碼 對對對 或者是你明明是男的 然後你的身分證字號是二 欸不可以 欸 後來你才發現說 原來身分證字號裡面是有機關的 對 它是數字是有意義的 所以這不明的網站 就不要輕易填入自己 跟你看像現在只要身分證字號 然後出生年月日 對 然後加上你的什麼姓名 很多東西都可以 都可以用了欸 是很可怕 所以盡量不要去填 但是如果填了 那你要去注意說 你在哪個網站 是有這樣子的 可能的被洩漏 將來你可能洩漏 比如說你購物你一定有 基本資料一定有 對 那購物的資料 然後或者是說銀行的資料 像我就會用網路銀行 那我可能就是會限縮 不得轉賬 就是就算有人上我的網路銀行 他也不能用網路銀行轉賬 用這種方式來限縮自己 比較不方便 但是比較不會 容易被駭客肅清 好 其實啊 我其實我很反對 我們立法法律 都在懲罰好人 合法的人 對 其實這種個資法 其實是在保護什麼 你保護好人 然後呢就懲罰壞人 可是呢 到最後呢 大家好人都很難 就覺得很麻煩 很麻煩這樣子 那壞人呢 覺得說哈哈 你看 ATM 還限制每一天要提多少錢 有沒有之類的 我就是跟詐騙 所以都在懲罰好人 所以我希望呢 大家呢 沒有辦法齁 在這種 一頭槍的 就隨人顧死命 好不好 現在大家做生意要注意喔 你收集一個電話 也要小心 好OK 今天非常感謝三 謝謝 謝謝 就是變成你開始說 這椅子 製作詞 一聲音